第二届唐奖生技医药奖 得奖人一共有三位 带您去看看他们的成就 第二届唐奖公布生技医药奖得奖人 由法国的伊曼鸟夏鹏提耶 美国的珍妮佛道纳和华裔美籍的专风 三个人共同获得 三个人开发的Quisper Cas9平台 能精准的修正 编辑和剔除有缺陷的基因 他们把很多的剪刀 探照灯 GPS通通集中在一起 让我们很容易的就找到缺损的基因 然后将它剔除 它目前最重要的可以用在临床疾病当中 一些单点基因突变 那就是把它最直接的把它剔除掉 把这个不好的基因去掉 或者是把癌症的基因给去除掉 简单来说 DNA就像一串有30亿颗的珍珠 而核酸内千枚COS9就是搭配导航系统的剪刀 能精准挑出特定一颗来剪断 再进行编辑 可以在不同的生物体运作 还能推展到农业 成功率高达80%的CRISPR CAS9平台带来革命性的发展 在基因编辑技术上有重要的贡献 记者林姓谢启文台北报导